嗨喲聊世紀 天氣中心 大家好我是Ryu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瑪麗人 這場比賽是公寓杯的阿拉伯比賽 OK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瑪雅人 瑪雅人最大的特色是工兵單位非常便宜 而且所有的資源都可以增加15%的資源採集時間 800塊金礦可以多挖15%的黃金出來 所以瑪雅人他的中後期經濟都還算不錯 命不會太差 冤黃金可以再多挖一點點 像阿拉伯這種地圖 優勢特別的大 如果在一些特殊地圖裡 石頭跟黃金的數量特別多的話 優勢可能就沒那麼明顯 那瑪雅人他的老鷹是擁有一百血量的白血老鷹 但是他的生侶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相較於其他的老鷹果文明 生侶會稍微弱了一些 那他的工兵呢 這個瑪雅羽毛劍射手 是跑得比較快的工兵單位 可以直接當馬蜂使用 這邊看到瑪雅人 安迪是直接拉著洛瑪過來偵查一下 開局偵查非常快 那後期的瑪雅人呢 主要還是要打這個羽毛劍射手 還有自己的黃金國老鷹作為主力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瑪雅人 那瑪雅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挖金礦的速度喔 是有加成的 黃金攜帶量也有加成 而且挖的黃金時間喔 會更久一些喔 所以瑪雅人呢 比較圍繞在於這個黃金兵種上 但他在打前期的小弓喔 優勢也是蠻大的 因為挖金就有優勢了 所以封劍打小弓 承矛時代轉這個騎士喔 也是很適合的流程 封劍小弓出十隻 然後到承矛時代 直接變奴賓二級次喔 然後搭配騎士喔 這部組合是瑪莉 承矛時代初期喔 最強大的組合 超級難解 那瑪莉人呢 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騎兵科技喔 那他騎兵有這個嫖悍精神喔 嫖悍精神的話 最大的特色喔 就是可以讓自己的肉馬跟駱駝 變成7加7 14點傷害的騎兵喔 非常麻煩喔 那瑪莉人呢 雖然他有強弩喔 但是沒有三級射 所以用起來啊 手會有點短喔 那瑪莉人的步兵單位呢 沒升一個時代史喔 步兵的遠方喔 單位也會增加一點喔 所以這個遇到弓箭手很大量的情況下 也可以考慮喔 使用這個步兵單位喔 去做輔助當坦克的動作喔 好 那先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配置喔 我們可以看到 瑪莉人這邊是已經升級到了封建時代 那瑪莉這邊 瑪雅這邊是野生的上去 那邊超過大概20秒而已喔 好 那左右兩邊都是五人伐木 好 後方拉 喔 挖金礦喔 這個已經是挖金礦了 好 仇葬金拿十字稿啦 好 這邊十字稿開挖黃金 瑪雅人 這邊是要來打一個工兵開局 工兵開局 那瑪莉人這邊呢 是準備蓋了一些 那是準備蓋了一些 的... 馬舟 還有房子 那這裡房子還沒有先毒死 推了兩頭路 應該不會再繼續趕這個路了 因為肉馬已經出來了 這時候就要趕快跟出來的肉馬一起集結喔 開始往前壓制了 那瑪雅這邊的打法 是一個正常的異農櫻木開局 經濟算是比較穩定了 那可能會先優先為死 那瑪莉這邊呢 也是異農櫻木 那這邊有先出肉馬 那肉馬出了一直之後 就沒繼續出了 反而是轉出了毛兵 應該是看到這個射箭場 下得很早 先下個毛兵壓壓金 是個正確的選項 那瑪莉這邊繼續補了肉馬出來 把這個資源用到底 射箭時代 兵力不能輸人 那瑪莉這邊 待會看到毛兵的話 可能還是要轉一些老鷹 或是自己 轉一些毛兵出來 有一個雙射箭場混搭策略 也是瑪莉人的選項 瑪莉人在雙射箭場 射箭時代的表現 會比其他文明的好上一些 所以他的雙射箭場的打法 充電時代是可以考慮的 那雙射箭場的話 優勢其實也不會到那麼大 畢竟你的兵力還是都是工兵單位 只要對方落馬夠多 你毛兵可能也按太多 可能也會被吃掉 所以所以 右這邊的想法 可能會比較偏向你 單射箭場 而不是雙射箭場 畢竟職業賽裡面 對手不是傻子 知道這個轉兵很重要 好 那瑪莉這邊是補下了 一騎射 增加一下毛兵的射程 那奉劍時代可能就是這樣子 稍微微死之後 用工兵在家裡防守 也不會按毛兵了 稍微射一下 射一下 OK 把這場給射跑就好了 好 那這邊有個細節 右這邊是 直接點下了輪軸技術 呃 我們把他衝個YO好了 YO比較 Y比較容易讓大家記的 不然我講右 右怎麼了 哈哈 反正不太好 好 那這裡果然是補下了雙射箭場 呃 瑪莉的雙射箭場 奴兵呢 是很麻煩 這個數量 一直沉堆起來 非常痛苦 好 好 那這邊毛兵 兩邊稍微射一下 那這邊有數量上壓制 而且瑪莉沒有點一級的 工兵鎧甲 很快就可以射掉了 好 這邊肉麻 敲一下木牆 敲一敲 沒有敲到肉麻的東西 往後拉 好 這邊劇度防射 會被打掉 稍微要補一下房子 好 直接進修 好 工兵直接出門 不要理後面的肉麻 待會要打一波 升級泰姆 欸 我看一下 這邊雙射箭場 射箭場 二級 射加奴兵 升級沒什麼問題 大學無果 這裡是 轉折點 唉唷 有補大學 OK 有補大學 再下城鎮中心 細節細節 好 那這邊就是鐵人心要 轉工兵了 那待會工兵基本上是不能斷了 而且要趕快再存到300木頭 點下這個彈道學 唉唷 直接被拍到了一發 瑪莉這邊直接轉出了投石車 那逼對方轉投石車 就讓他拖到一個城鎮中心的時間 算是不虧的 因為工藤七製造所加上這個青頭 就超過300木頭了 所以 也有 YO這邊的一個細節 還是有做到 讓對方逼出工藤七製造所 那家裡還是要下修道院 因為對方是騎士開的話 一定要把修道院蓋在城鎮中心附近 然後馬上產出山旅 去招翔對方騎士做防守就可以了 家裡的防守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3TC之後轉出來要挖石頭 所以 瑪莉這邊一定要去派村 去派5個人或8個人去挖石頭 OK 已經在挖了 那基本上的工兵開局 工兵國開局 其實 都很像瑪莉 YO這一套打法一樣 流程其實是很像的 如果你不太會玩工兵 但想要學的話 YO這個流程 我是蠻推薦的 我個人用過勝率 穩定度 非常的好 只要不要遇到奇怪的大招 通常都能擋得住 但是對方想要來插箭塔 只要稍微跟他對插一下 車貿士戰你還是有優勢 要出投資車反擊箭塔也OK 這邊有點抓到爛奧丹的分隊 被收掉了一隻騎士 現在只有一擊馬鎧 擋箭矢的效果 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這邊有三隻肉馬 被弓箭手給射掉了 這邊是一個雙向初擊 結果最後一隻殘血的騎士沒收掉 稍稍可惜了一點 OK YO這邊已經點好了 彈道學了 這14隻弓兵 可能要測一下 這邊後方遇到了弩炮 弩炮的話是遠方7點 要射40發 才能射 這邊串燒 血量掉了有點多 我的測也要來囉 看到這一波YO 噢 不行啊 不行啊 這坨不行啊 有單刀學的弓兵 就是這麼的麻煩 這邊利用瑪雅的優勢 弓兵單位非常便宜 3TC速度往上農 沒有花過於的肉 趕快去撒農田 把第一棟城堡趕快挖出來 這邊臭名書可能要再補一下 繼續補這個石頭 不到8到11了 直接把石頭挖出來為止 都可以 這邊要不要先點一下僧侶 OK 高打低 僧侶很快 但點僧侶的代價就是 這一坨弓兵跑不掉了 瑪莉非常的氣憤 你點我弓兵 好吧 你點我僧侶 那我就點你弓兵啊 一換一 這邊頭子車又做到了一些事 OK 臨死的一發 再換兩隻 可以 瑪莉這邊還是賺了 歪歐這邊的工兵 已經被打到 會不成軍了 勢必要趕快按下更多的僧侶 來防守 不然家裡待會被馬包一波 頭都很痛了 OK 那修道院蓋在城堂中心附近了 稍微解釋一下 蓋在城堂中心附近的話 你的僧侶一出來的話 至少還可以躲到城堂中心裡 不會被騎士給追殺 對 為什麼修道院 不能蓋在太遠地方 因為你的僧侶一出來 可能就被壓制住了 當然如果你是要前壓僧侶 身口戰術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 通常修道院都是要放在家裡的 城堂中心附近 是最好的選項 這個比較細微的部分 稍微解釋一下 好 瑪莉這邊是補下了二級黃金 加上一級的鍛造技術 開始提升了一下 騎兵的路線 但YO這邊是一個3TC速帝王 在去年的年初 我們有拍過一片 YO的瑪雅單TC速帝王 羽毛劍射手報的這個影片 我們那個手影片有說 這個是上古戰術 那YO現在應該是知道 那個戰術是不行的 現在已經改良了 變成3TC 開農路線 然後轉這個羽毛劍射手 那這個路線來說 我也是更喜歡這個打法 因為這個打法 你才不像是一場賭局 你每次都在賭 賭久了 九賭幣 十賭九輸嘛 對不對 YO也知道這個勝率太差了 開始改良一下自己的瑪雅的這個 帝王時期的這個戰法 那瑪雅我們剛好提到 這個支援遊戲的部分效果 所以他其實支援量其實並不差的 那這邊也確實 也領先對手一些這個 生時代的時間點 那YO這邊呢 是聰明樹雖然有點落後 主要是落後原因是因為 現在生帝王時代 那其實呢 這個打法還有另外一個改良法 好就是趕快再去點帝王時代手 再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這樣可以讓自己的村民樹 再生帝王時代手 也不會落後於對手 4TC 戶5TC的狀況 那時代上的話 雖然你自己有一個優勢在 但是如果你城堡不得往前插 或是軍力不夠的情況下 你是可能往前推進 然後傷到敵人 是這一套的最大問題 雖然剩的時間早 但是往往你的兵力 也是不夠往前插城堡 然後放巨頭開推的一個狀況 所以打法來說的話 會比較偏向於 生帝王之後 還是會先進入防守狀態 等強龍三級射 攻兵數量夠多 稍微可以轉出一些老鷹之後 才可以進行的往前推的一個策略 OK 那瑪麗這邊呢 是補下了非常多的騎士 騎士單位來到了 九隻 快要來到十隻 雖然越來越多了 所以只要走一個馬爆路線 OK 那 YO這邊是轉出了羽毛劍射手 羽毛劍射手的話 他的弓兵單位 傷害是比這個奴兵少了一點 因為強弩的話是6加4 那現在羽毛劍射手只有5加3 勝到精銳的話 也只是5加4 9點傷害而已 但是他的優點呢 是跑得夠快 而且血量比這個弓兵單位更多 65滴血 精銳的話 所以這個羽毛劍射手呢 可以直接把他當成馬弓來用 半個馬弓 而且不怕槍兵 雖然馬弓就不害怕 但至少被抽到的話很癢 那是羽毛劍射手呢 對步兵 又會加2點傷害 那不管你是要打對方的 瑪莉的劍兵勇士啊 或者是要打對方的什麼 哥德魏隊 都會直接多加2點傷害 所以 瑪雅人來說 打步兵還是有 針對性的辦法 這種高遠防的步兵 還是能穿得過去 就是需要 瘋狂拉打 數量夠多才行 好 那這邊把附近的燒彈全部拆除 好 這邊鎖匙車長了一發 殘血的羽毛劍射手活了下來 那 瑪雅確實是升到地獄石代 也沒有正式往前前壓 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一直用弓箭小隊友去到處騷擾 那 瑪莉呢 這邊是全力防守 也沒有打算要直接往前開始騷擾 便利都藏在家裡 然後投資社有再繼續出 城堡越差越多洞 好 這邊點掉 上方的騎士直接上軍 騎重裝騎士吃 奴兵吃的傷非常高 OK YO這邊應該是要全力採羽毛劍射手 待會這裡 要趕快去補下棍珠數量 才能擋住騎士 不然已經傷害 少了奴兵一點傷害 還要去打騎士 其實有點癢 因為這個騎士的遠防 是6點 所以到了完全體的 瑪雅羽毛劍射手 怎麼射都是3滴 3滴血的話 要射 射掉140滴血 算一下 40幾下 45下 哇 哈哈哈哈 這個羽毛劍射手 射11隻重裝騎士 要射45下 Holy shit 大哥不轉個幾兵出來 會射到頭破血的 好 這邊佔了一個小 洞 這個洞 鑽在裡面 讓騎士的攻擊面積 變到最小 這也是 玩 4滴我的弓箭 我 需要的一個必備技能之一 肯定是要鑽這個小 洞 那瑪莉這邊呢 是轉出了金冠了 瞄悍精神 那瞄悍精神 那瞄悍精神 傷害下去之後 攻擊變成19攻的傷害 因為瑪莉沒有3攻的關係 所以騎士最多就是19攻 好 但騎士現在可以遠遠無距離噴出來 而且瑪莉這邊生成金礦的效果 黃金可以吃了更久一些 兩邊都是想要打一個資源持久戰的 這也是斯基帝國裡面 唯二有這個資源永續效果的文明 這個瑪莉 所以這邊是資源永續大戰 看誰的黃金成了最久 那目前看起來 以單看黃金量來說 是瑪莉會更有優勢 但以戰術層面來說呢 瑪雅的選擇並不多 瑪莉也有火炮 後期要做一些轉折針對也是OK的 好 看一下這邊的操作 好 這邊 羽毛劍射手 躺不住重裝騎士的傷害 但是後面攻擊手越來越多 現在已經來到了112村 然後人頭來到117 117 好 瑪莉這邊轉出了火炮 受不了了 果然還是要轉火炮 好 這邊直接上去運騎 吃掉了一些羽毛劍射手 好 但是傷害有點高 頭子車長了一發 還不錯 再來一發 唉 打到了 往前打了 沒有往前打 好 直接上前點掉了工程器單位 上方又有一頭工兵走得進來 瑪莉立即用了火炮反擊敵人 這裡火炮打得有點 不是非常的準 因為我們的Y2走位非常的風騷 風騷走位 羽毛劍射手這個打法 已經在職業賽裡了 很少看到了 沒想到YO又拿出來用 果然是我們的四季帝國 不能說老人喔 始祖 四季帝國的長青術 之一喔 YO 他的打法還是有很多以前的戰術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 看YO的比賽 有時候會覺得特別親切 這種很久以前可以看到的戰術 現在還可以拿來用 相當不容易 但我覺得YO最厲害的是 他會把這些 古時候的戰術 再稍微改良一下 再繼續拿來在職業賽用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了不起的嘗試 但是這個勇氣的挑戰 我覺得很不容易 畢竟這些戰術 上古戰術 大部分的戰術 都是被淘汰的 四季帝國戰術 一直在沉吹出新 通常都是新戰術 取代舊戰術 但是YO卻還是在改良舊戰術 改良到可以用為首 這我覺得 非常值得敬佩 就像我們台灣的油布丁一樣 也是會各種改良一些 看起來怪怪的戰術 只要能用 能爬糞的話 就是好戰術 能贏就是好戰術 不少人有說這句話 當然我也是不可否認 但是穩定性要起來 穩定性起不來的話 那他就不是個好戰術了 一定要夠穩 在職業賽也要夠穩 好 下方這邊火花要先減掉嗎 哇 剩了一發 但是騎士上去硬天 急殺掉了非常多的羽毛劍射手 羽毛劍射手 這邊直接被打到頭破 血量重裝騎士一直往後伸追 現在騎士數量回到22隻 停在羽毛劍射手 只剩下54隻的單位 居然還是非常多 這個重裝騎士 打到羽毛劍射手 打到頭破血了 因為這跟城堡還是沒有跳 城堡打騎士的傷感還是很高的 好 這邊又有一坨羽毛劍射手 射了進來 這邊村民來不及收村 直接損失非常多的數量 好 那這邊羽毛劍射手 趕快繼續深入進去囉 這一個分推 還不錯 我還有這邊的肉量有點爆炸了 這邊肉有這麼多的情況下 也可以轉出槍兵來擋 那瑪雅的槍兵也是正常的擊兵 三攻三防都有 所以打起來 並不會遜射於其他的步兵為命 好 這邊直接硬甲 那有人說瑪雅要不要轉一下僧侶 僧侶 老實說瑪雅真的是不太行 但是要來稍微招翔對方的單位喔 所以還是可以出的 只是覺得沒有到必要不能輸了 雖然遇到火炮會很痛苦 不能用救贖思想去招翔對方的火炮 還是要按個幾隻僧侶會比較好 還是要按個幾隻僧侶會比較好 好 那這邊還是開始繼續分推 只要控住瑪莉這邊的田喔 基本方向就十拿九穩 十拿九穩 好 那這邊火炮工程器 以瑪莉來說還是有優勢的 那對於工程這部分的問題喔 就會比較慘一點 沒有太多選項喔 這只有巨型投石機跟大衝車喔 可以用 那大衝車的話也會被火炮預判走位了 會很麻煩 好 趕快再點掉 硬扛箭矢跟騎士的傷害 這也只有羽毛劍射手能這樣硬扛了 好扛好扛 羽毛劍射手能他遠防也是很高的 天生有兩點 2加4 等於是一隻騎士的遠防防禦力了 還不是遊俠的哈 重裝騎士的 重裝騎士也2加4 所以羽毛劍射手遇到城鎮中心 其實也不怕被射 但是瑪莉他的城鎮中心 點下銀罐技術之後會自動射箭 而且箭矢數量也很多 所以反擊回去一下羽毛劍射手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箭矢數量夠多 箭矢都是打一滴血 整個擊殺城塔 對不對 打多了還是會爆血 所以還是要稍微拉扯一下 不能一直硬卡這個箭矢傷害 左邊這個金矢想要控住 但是弓軍手又過來 左邊並沒有太多單位可以守 現在瑪莉這邊木頭有點爆炸 農田數量不夠多 因為現在農田大部分都被控住的關係 沒有辦法正常運營 看起來是有點斷肉 現在瑪雅又已經轉出了 撲兵鎧甲 疾兵也升級好 大衝生 也準備要升級上去 來了 在最草期的征服者班奔利 瑪雅也被稱作為第二個蒙古 因為她的羽毛劍射手 在當年也是像蒙古圖西非常麻煩 射擊速度很快 而且也跑得也快 而且也有大衝車 雖然衝車速度不如蒙古 但至少她這個打法有點接近蒙古的感覺 所以大衝車配羽毛劍射手擊兵 這個組合是瑪雅的後期最強大殺器 那這一招也是以前的職業賽裡 大概十年前或五年前 也算是蠻常見的 十年前好像還好 算還好 我不敢說十年前 大概六七年前 還算是蠻常見到的 OK 那瑪雅這邊補下三級的步兵板甲 大衝車也是直接補上了 瑪雅這裡是補下了戰毛兵 還有弓兵的鎧甲 大衝準備頂上 左邊再補下更多的攻城騎士造所 環兵均勻一直補 騎士現在只有 輕騎兵加上重裝騎士的路線 要打槍兵對上五毛劍射手 是完全減掉的 那一定要轉強武或是要轉戰毛 才有可能打得贏 那以單轉戰毛兵的角度來看 是很難防守得住 畢竟沒有這個三級的攻兵 射擊 打起來是會有點頭破型 除非要一直跟他打消耗戰 才有可能打贏 好 這邊直接上來硬點點掉了所有的火炮 火炮直接被羽毛劍手全部點死 左邊這個城堡 努力防守應該是能蓋得起來 只要守住這塊金的話 瑪莉就可以再戰十年 應該是沒問題 但是這個礦 正面的礦凡先守不住了嗎 自己的主金即將面臨爆炸 後面的農田還是沒守住 我的天 瑪莉這邊經濟不太行 快要倒了 左邊至少稍微穩固的起來 趕快來更多去撒農田 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肉完全不夠 好 補下了弓兵鎧甲 先把這個戰毛兵的體質全部伸上去 讓他能更抗箭矢一點 好 那YO現在可以把這邊全部都掉 這邊如果有石頭的話 可以再蓋一個城堡 用手偷襪一下如何 好 趕快把這個金給控下來 就可以彌補下主邊丟屍黃劍的痛苦 好 那現在YO環技術也是來到了極限了 這招夾住相當不容易 好 現在戰毛兵的鎧甲升到兩級 三級防 才是重點 換 瑪莉 冷通按下去 三級防 250黃金 點一下吧 該點了 好 點下去的話就可以用大量的戰毛兵 去做防守了 好 那沖車的部分 轉移目標 先拆除右邊這根堡 用老拆了 這根石頭就可以進行的挖 從這邊路線進去喔 後面也是更容易一點點 好大沖車上面有乘客喔 放的是吉兵 誰敢過來扁他 吉兵就會下車扁人喔 這就像我們台灣的麵包車一樣 秋雨車 上面的兄弟就會下來扁人 後面拿了六個長槍的兄弟 OK 這邊吉兵上去扛不住騎士的衝鋒 這波直接夾住 好 當然吃了很多電子傷害 但車上的兄弟還沒有下車 還在上面駕駛這台 好 修理車 OK 這裡沖車全部租掉 這根堡都拿下了 石頭開發 舒服 再補一根堡 女毛劍射手採量更多 但是現在也不是採量問點 但只要 低掉更多的城堡 對方的防線喔 就會一併一多 直接端掉 好 他們就去往前 哎呀呀 這裡看起來 女毛劍射手還是有點強大的 amat Pedro 麥克風 去看 哇 哇 ile是不是十拿久穩 這時候才普攻兵鎧甲 好了 有點為死一晚的感覺了 剛剛不點是因為ㅐ知道缺肉 但是現在好像 讓...有肉也揪不掉他了 那這根保掉了 那他可以直接壓到瑪莉的所有的軍事產能喔 所以要回救很困啦 所謂後面再補下更多的射箭場 喔 這裡有... 還有馬舅 這裡要補一下馬舅 但村民樹一直在下降 YOW的村民樹雖然只有107村 但人口一直都是200人口的 瑪莉這邊人口樹還是非常空虛 今天羽毛劍射手再次上了高地 跟高達第一射 騎兵射得非常快 哇 羽毛劍射手 射速就是這麼的龍 只要補一道遊俠 都好說喔 不知道這個縱裝騎士 要羽毛劍射手壓制了 肯定是沒問題的 所以目前職業賽來說 會用瑪雅打這個羽毛劍射手策略的 目前我在職業賽喔 比較常看到我一直有YOW了 YOW用這個戰術 實在是非常常見 以他個人來說 OK 看起來是拿下了 拿下了 沒了 瑪莉這個怎麼打 左邊有更多衝車過來 但是村民已經拿出來痛扁 先 夾得住嗎 感覺會轉 投石車更快阿 哇 衝車 全部被解光 衝車只剩下一台 哇 左邊大量衝車 右被解掉 這個 瑪莉也是很能撐阿 這位安迪哥 還要撐 繼續撐 你的掉嗎 插一下 這時候瑪莉打出了GG OK 最後瑪雅出了327隻羽毛劍射手 整場跑來跑去瘋狂射擊 射擊速度非常快阿 而且再加上這個起兵跟這個衝車 再順便頂頂了 就結束了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是由瑪雅拿到了 1萬1的資源勝利 黃金的話大概贏了7000 他的控圖控得更好 因為他更有主動權 而且還有4勝物 經濟非常優秀 瑪雅這邊KD雖然是輸給了對手 但至少拿下了比賽 整體上看起來瑪雅這邊升級是完全OK的 而且這套流程很適合在天梯上使用 通常對手一到這招會被打個湊不及防 除非對方可以提前給你一個升頭戰術 讓你沒有辦法好解 讓你被迫逼出黃金國或是老鷹的話 那這招就會稍微被拖到 所以我覺得這場的重點是在 安迪沒有提早去前置工程器製造所 前壓對手 畢竟對手的抗這個升頭戰術 其實不太優秀 應該要多多利用這個瑪雅沒有救贖思想的一個空檔 去前壓去滾出自己的雪球優勢 會更好一點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跟朋友下集中 等會 拜拜